不是 宋婉宁干嘛能干瞎了呀 我不找不到他人吗 那我就住他车上 宋婉宁能不能别闹了 那我问你 你这几天干嘛去了 我能干嘛 这两天医院排出说我都跑遍了 我能干嘛去 那你连回个消息时间都没有吗 我跟你前男友干起来的 你给我发消息 打听你前男友怎么样的 你让我怎么回你 我就是问问他怎么了 你有关心过我吗 我怎么没关心你啊 我告诉你下次必跟他打架了 你打得过他吗你 宋婉宁 当时你就在旁边 你也看到了 是他打的我不是我打他 你在干嘛 你在录像 你在发保证 你在学校自己有多强手是吗 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朋友跟我说的 小腾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 毕竟他是我最爱的人 最关心的人 我怎么舍得伤害他呢 他是我最爱的人 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你以为我不关心你吗 你以为我不心疼你吗 心疼 我俩打完架之后 你去给他买纱布 你说你心疼我 我 宋婉宁 你知道他是一点伤也没受我 你是怕他打我手疼的吗 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你别走啊 你看他跟我打呢 别产了什么 你让他轻轻轻轻不行吧 我俩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跟我没关系 小童你自己想好 就他这样的 还想跟他在一起 小童你去哪儿啊 去法院 上诉 你别去好不好呀 他还年轻呢 你会毁掉他的 如果我上诉能让你难过的话 喝烂不为呢 雷小头 你混蛋 滚 你给我再说一遍 滚 他都轻轻轻回忆不能相拥 杨鹏 你问小哥你治愈吗 治愈 我问你 他凭什么拿我照片发朋友圈 你俩拿那朋友关系 为什么不要发朋友圈 王浩 王浩 我问你删不删 为什么删啊 就什么见不得人的啊 好 不删是吧 分手啊 你有本事 就别像以前那样跪下来求我复合 求拿分手 威胁我是吧 对啊 怎么啊 好 分啊 你吵能耐了是吧 现在都敢跟我顶嘴啊 我告诉你杨鹏 我受够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音乐工资一万 你买个包九千 我自己升一千块钱吃饭 你还管我要五百 你想让我饿死吗 吃什么饭要一千呢 我算看没分 这事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在讲 你这是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呢 我小肚鸡肠 我都快把我命给你了 我害我小肚鸡肠 听见没 你说的是快要 你要真爱我 你就得把全部都给我知道吗 强我 我告诉你 以后咱俩没有一分钱关系 我自己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谁怕谁呀 追我人那么多 随便跳出来一个不比你强啊 那你去呀 你别跟我浪费时间了行吗 所以啊 请你别装高贵了 我跟你发脾气 你连哄我都不哄我一下 你就别说那些喜欢我的话 你之前肠胃不好 我每天都给你包粥 家里停电了 我把水雾热了给你喝 可你呢 你关心过我吗 在我高烧四十度的时候 你跟你的男闺蜜在那打游戏 连下楼买个药都不行吗 你做这人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 你个大老爷们大半夜让我给你买药 你考虑过我吗 你就不怕我出危险吗 不是高烧四十度 你让他去买药 你不怕他出危险的 他一个大老爷们能出什么危险啊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啊 我怎么自私了 我告诉你王浩 爱过过不爱过滚 兄弟啊 咱不跟他过了啊 没意思啊 他跟我在一起还委屈他了呗 当所有人都反对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想着咱俩的未来 所以我不委屈 因为我 有点瞎了 王浩回来 不论 要顾你还是把我散了吧 我要紧牙关命令我发出这句话 你个小狐狸精你给我出来 王浩你干嘛 你干嘛 你凭什么跟我老公看车啊 不是呀 我俩都分手你还跟着我干嘛 行啊你王伯 才多上试 就研究这个新婚买车是不是 不是你把我的车都骗走 还不让我再买一个 啥叫骗呢 话别说这么难听行吗 我给我弟那叫骗吗 那是我花钱买的车 你称我老爷去世我回老家 你不跟我商量 你带你弟弟过户 你还有理啊 所以呢 你挣钱不给我花你给谁还 你就是不爱我了呗 是不爱你 我家马马路不爱你 我今天没夸你好看不爱你 你把我的车跟你弟弟 我问你都我也是不爱你 我现在就是不爱你 我有女朋友我爱你干嘛 行 我这三年的新婚都卖着手了 千万别这么说 我这三年怎么对你呢 自己清清楚楚 而你呢 你也要再要再来试探我 你再要当什么呀 我试探你有什么错吗 我不得让我自己负责吗 我父母我我朋友 都说我变得好 让我父母和我回 都不缺我幸福吗 在几辈子 都只像和你一样 你不提父母我都忘了 王熊你可真孝顺啊 你为了你父母 以后老让他们搬过来 你要我父母 对养老人是吗 那怎么了 我爸爸比你爸妈年轻多少 我爸妈能自己照顾自己 你爸妈能吗 你爸糖尿病 你妈腦血栓 谁伺候他吗 我可没有那耐心 我真的冲不下去了啊 我告诉你 以后我跟我和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我可以照顾他们 你要是13点 然后就快走了 你当我俩叫定性了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我才是他的原配 识相的 你就跟我过来 我老公你了 我劝你了 再做谈我老公吗 你再说一遍 你个小狐狸精 你告诉我老公你 够老公想 你快走吧 不想看到你 我告诉你王国 你不是要买车吗 你要是不够够够合 你信不信我去里边上 快去闹吧 我让他们看看 这那个播副什么样的 王国 我 是最轻易热的对白 明镜需要您的 used 安全 描述刘 İş上车